可及你 填我空港 我不信愛人離開 景可變物有 我總有滿城朋友 其實我們分開之後 感情反而更好 對 因為真的變成朋友的感覺反而更好 可能有些事大家都不會在傳媒面前說 甚至不會跟TVB某些朋友說 但同定因就是我可以跟他談到很多 不會跟別人說的事 例如有時候我問他的意見 或者他也會問我一些意見 但大家都坦白說出來 也不會擔心他會否說出去 因為大家都很信任大家 一定不會說出去 反而我現在很珍惜我和定因這個關係 這個友情 我覺得是很難得 他戲裡面是蛇交當我們是舊情人 這段情他不是很著墨於蛇這段情 因為其實他戲裡面 說說定因 很快就因為馬仔是太子的關係 他就會選擇馬仔而不要我 他是一個很忠心的將軍 他一直忠於馬仔 他一直想幫馬仔爭天下 但中間就會殺出很多不同的派對 例如有定因 定因雖然是皇后 但其實他是很有野心 他自己是很有想法的一個人 反而我和《生命》那條線 那條線他會在這麼多集 都一直鋪我們感情的線 所以戲裡面 反而這部戲主要是談情的 我們那條感情線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是很感人的 很淒美的 變成是很有熱誠去演這個劇 才會令到我 其實不會尷尬 完全不會尷尬 因為我們當時是很和平的情況下 可能大家覺得原來不太適合 即是我們不說鬧大鬧 有第三者或怎樣 他也不介意 其實因為每個人都有過去的 很坦白說 在《生命》以前也有男朋友 他是挺大方 因為其實他有很多時候 他和定恩還算不斷 但他們有很多事情可以談到算 變成感覺是很好的 我也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他們兩個可以無所不達 也可能以前和定恩一起的時候 自己不夠成熟 即是那時自己還是年輕 現在的想法也改變了 現在成熟了一點 現在我和《生命》的關係 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自己現在會成熟一點 會處理得好一點 其實是的 你不要看他的年紀好像很輕 其實他也很成熟 他在處理這些問題上 首先他不會拖累帶水線 他也是很直 我最喜歡就是他喜歡那樣 就說那樣 對 他不喜歡也會馬上說出來 那你就會 不用猜一下 你知道我們男生有時候 真的會猜錯 就是我 其實最初為什麼 又不可以說收買 只不過是土製都還未穩定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大家都還未穩定 你這麼快說話好像很奇怪 我們現在去逛街看看吃飯 都會輕鬆一點 就是不用避 你了好幾天 我來吧 我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